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好 我今天介绍我们晚霞手工队呢 我先介绍一下我个人吧 我呢叫张文树 但大家都不这么叫我的大名 很少有人知道我的大名 大概都叫我姥姥 因为我今年已经满了88岁了 我是叫做张友音 我们是好像是15年是吧 15年我们就来到海参社区 就在这里参加这些活动 但后来到了16年 后来就成立了晚霞手工队 就说我们当时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三个 后来姥姥是我们的 海下晚霞手工队的支部书记 我们手工队呢 从舰队到现在 已经七年了 2016年9月1日 在舍口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正式备案 我们的成员呢 有三十位左右 这三十位左右 基本上就是大家 共同走过了这七年 我叫杨树燕 今年66周岁 首顾都一成立 我就参加了 在这么多年 在姥姥和核心组织带领下吧 我也是受益匪浅 每天你在这里头 利用业余时间呢 和姐妹们 就是畅所欲言嘛 还学到了知识 学到了技术 很好的 我叫黄东梅 今年72岁了 我离不开 我没往下堆 我还是 那个离不开这些姐妹妹 好像给她们 有了身后的感情 我就还坚持 就是坐车 要坐两站路 还要走一段路 过来 每次都坚持 我们每个礼拜二 礼拜四 开展手工队的活动 一般来说 礼拜二的下午 就是唱红歌 礼拜四的下午呢 就是做手工 如果任何一个社区 他们有需要 邀请我们去 给他们做一些义务工作 我们谁叫谁到 在我们手工队内部 大家都是在那 想着怎么样子 做手工也好 串珠也好 做丝网花也好 总是想着 一针一线 一珠一线 总观情 这是我们晚霞手工队的 这个做丝网花的情况 这个丝网花呢 我们有的人就分工是做这个丝网花瓣子 这个隔架子 然后有的人呢 就是把那个丝绸缠到这个隔上 变成一个一个的花瓣 然后还有一些姐妹们呢 就在后面那样了 他就把每一个瓣 每一个瓣 组成一个花朵 我们你别看我们做这个花吧 实际上每个人都挺认真的 带着情感在那做 因为我们做完这个以后呢 我们都要去赠送给别人 或者是一卖 一卖以后的钱 我们全要进行扶贫助学的 这一部分呢大多数年岁比较大 因为我们的眼力不是那么特别好 去串珠就比较难一些了 但是我们的手工好 我们平常做香囊 做香包 做这个单肩包 这个组做的比较多 我们这一组是手工队的 另外一部分姐妹们 他们是做那个串珠 他们年龄比那个组的年龄要小一点 眼力好 所以他们串珠做得特别好 特别快 这个串珠呢 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系列 按照我们国家的这个生肖系列 12个生肖全都做完了 做这个串珠 我们经常是在外面去议卖 特别是在国际学校进行议卖 议卖以后呢 这个钱就把它留起来 专门把它作为扶贫助学用的 我是中国矿业大学采矿系毕业的 毕业以后呢 我就留校了 78年改革开放以后 这个我当时我就在学校里面 党委就决定我成立这个外事办公室 所以我觉得我们改革开放 这是我们国策之一 很重要 到了深圳 到了蛇口以后 我感觉我们这蛇口的外国人特别多 我们怎么样子和国际友人进行交往 特别是把我们几千年的古国文化 能够让他们能够接受 能够让他们理解 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任务 怎么做呢 2017年 我们就把蛇口国际学校 在校的五百 好像是五百二十五人 全部的都请到我们这个海昌社区 我们的晚霞手工队 这几间房子里 请他们过了一个中国年 你看 现在这个上面这些东西 都是当年我们为了它有一个中国特色 中国年的东西 现在我们还把它挂在这儿呢 以后呢 每年的嘉年华 他们都要邀请我们去 到那儿 我们为他们 教授他们做一些个手工品 同时呢 我们进行义卖 特别是去年吧 那个在这个 我们到蛇口国际学校小学部 给他们全校进行了一次教他们古诗词摆件 我们就按照他不同的年纪 能够接受的情况 我们就给他讲解古诗词的这个意义 然后教他们怎么做这个摆件 孩子们特别高兴 我记得做完了以后 离开他们教室的时候 他们就会赶出来 跑过来抱着我们说 奶奶奶奶 我抱抱你好吗 这就是他的一种情感的表露 他没有更多的感谢语言 但是他表示了他的这个 内心的这个激情吧 我叫黄秀兰 今年75岁 我是这个队里来的是最晚的一位队员 家人手工队主要是就是考虑的是 在这个深圳这个有爱的这个城市里 感觉到的爱是到处都有 我也想在我的有十五四年 能够为大家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晚霞手工队完全是靠着我们 这帮年纪大的人一双手 自己来创造价值 来为社会服务 搞逢补 捐助 贫困学生 扶贫等等这一方面 三十位左右的姐妹们 大多数都经历过解放前解放后 都有一个对比 真是感觉到这个社会对我们来说 党的老年政策 我们感悟的特别深 老有所学 老有所做 老有所为 对我们来说 我们真是有切身体会 所以我们也总是觉得 要回报社会 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我们的一句口号 莫到桑于晚 围侠亦满天 我等待着海的忧愁 真想海的晚乐 我随起海的祖国 我随起海的忧愁 终于大海的忧愁 永远备我 一郎情活 心中彼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